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是被美国给套路了,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上百架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穿过薄雾突然出现在美军卫于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基地,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下了上千颗炸弹,造成美军太平洋战队惨重的损失,这就是文明小尔的珍珠港事件。 据记载造成美军两千多人死亡,损失上百架飞机,六艘战舰,结局就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日本偷袭珍珠港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真正的偷袭,二是美国人的阴谋,是故意让偷袭成功的,第一种说法是正是理念所记载的,第二种说法,是在民间军事谜中广为流传的, 特别是一些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珍珠港事件完全是一桩特大的阴谋,为什么有这种说法? 因为日军的突袭看似非常成功,但一些莫名其妙的巧合,使日军的战略意图没有一见达到,尤其是他们没有击沉美军的航空母舰, 这一战略力量就是有力的证据,难怪山本五十六在听到捷报的那一刻没有一丝喜悦,暗自说道,我们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可见其内心是无比的复杂和恐惧的, 按理说山本这个人生性爱度,所以他制定的偷袭计划充满了冒险主义色彩。 其作战计划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击沉三艘航空母舰,二是对美宣战的最后通牒,必须于攻击前30分钟,美国时间12,月7日13时递交, 之所以递交宣战书是因为山本五十六深知美国人的性格,美国老喜欢面对面的决斗, 通过事先宣战不仅可以使突袭变得名正言顺,而且还可以使美国人没有时间准备从而获得成功达到打击美国士气的目的, 正可谓是一时两秒,从而把美国逼回到谈判桌前,签订互不侵犯的协定,可是天公不作美, 在袭击当天偷袭的主要目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及22艘其他军舰不在珍珠港, 而最后通牒的宋达,却莫名其妙地推迟了一个半小时,使宁正言顺的宣战,变成了卑鄙无耻的偷袭, 现在来看,在战争当中,美国确实是收到了宣战文书, 但是美国罗斯福政府收到宣战书后,根本来不及再传到夏威夷的珍珠港,更不用说做出战争准备了, 只是可怜了那些美国大兵,还在睡梦之中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给炸了个底朝天, 那么问题来了,山本的原意是在战争开始前30分钟送给美国政府, 可是美国收到日本大使递交宣战文书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 而且罗斯福在接到宣战书的时候的态度很淡定,故意装作不知道战争已经打响, 而且更巧合的是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偷袭以前全部开走了, 这就制造了第一个疑点,总结起来就是美国人在日本递交宣战文书方面做出了阻挠, 使得日本大使的文书在正式开战之后才送抵白宫,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日本人名正言顺的开战变成无耻的偷袭, 要知道当时美国国内反对对日开战的呼声是很高的, 而罗斯福则想尽快参加对日作战, 从而在日后的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日本的偷袭事件惹怒了美国上下, 罗斯福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对日宣战则水到渠成, 还有其他的疑点, 比如,袭击前美军向珍珠港, 突然调派大量的医药物资和医护人员, 在袭击前美军将一些战斗机分散到偏远的小机场, 而留在主机场的飞机则空着机库不用, 整整齐齐摆在跑道上, 给人一种所有的飞机都在的假象, 袭击开始后升空作战的飞机, 都是小机场起飞的, 这样不仅有作战力量, 还能让日军上钩来轰炸, 既然美国人事先都知道, 日本人要轰炸珍珠港, 那么被他们逼的这一说又该做何解释呢? 其实二战中日本与美开战是迟早的问题, 日德两国都知道, 最后不可能是与美国共同瓜分世界, 至于迟迟不对美开战, 是因为日本希望利用美国, 战争初期的美国不会参战, 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出于民众意愿, 美国都不会快速参战, 而当日本战争规模扩大后, 自己资源, 特别是铁, 石油资源的短缺, 必须要美国来帮助改观, 至少需要美国在海洋上的通行证, 如果早期对美开战, 日本的战争计划, 只能夭折在摇篮中,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 美国的中立天平剑, 剑向同盟国一方兴邪, 这就直接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所以说对美开战也都是被美国人给逼的,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 日本也是被在亚洲战场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任务自己战无不胜, 向美国开战, 结果是, 搬起了石头砸了日本德国意大利的脚, 欢迎订阅读史明金, 透过历史现象发掘事件本质, 了解更多历史真相。